台灣有機車王國的稱號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用機車來代步 不過這幾年可以發現 台灣機車價格不斷上漲 因此現在買一台機車真的好難下手 因為幾個月的薪水就不見了 一秒煞車hold住全場 目前機車市場上最貴的就是配有ABS 防鎖死煞車系統的車款 利用煞車拉桿回彈性 防止一次壓到最底降低路上翻車意外 2019年出廠的機車得強制安裝 整體這個裝上去之後 應該125的車價有可能會破10萬 有時候是安全問題吧 再拚一下就可以買一台車了 不想口袋空空 但撇開ABS系統不講 目前車市價格已經很嚇人 醒目車頭燈顯得霸氣 國產機車2013年推出的款式 價格近逼8萬元 然而同一家廠牌 2011年的這款價格卻差了2萬元 業者總結三大特點 2011年的舊款輪圈鐵製容易售實變形 2013年新款用的則是成本高的不鏽鋼 另外上次後車廂的容量 也是影響車價的原因之一 新款後車廂塞兩底安全帽沒有問題 但舊車款想都別想 至於最明顯的差別 還有舊款用的煞車是古煞和新款跌煞 比起來安全保障相對低 現在的人力 物價的關係都漲 所以車價又越來越高 根據經濟部統計 近幾年的國產機車均價 從2012年的5萬塊出頭 一路攀升到去年 已經逼近5.5萬大關 雖然未來加裝舊型燈 業者認為不會明顯反映在售價上 但機車族恐怕也再承受不起 價格就像變了新的女友 說跑就跑 東森新聞李鈞錢力如在 台北報導